说能听到我的声音 看一下 一下是不是正常 好没问题啊 那我们还是快速复习 昨天内容看看大家记得如何啊 第一个 看这个图片啊 这个里面所说的这个短语 能不能想起来什么意思 叫做gratuitous violence gratuitous violence 能想起来吗 我说叫什么 叫做无端的 对不对 无端的暴力 无端的 无端的第二秒 免费的啊 无偿的都行啊 无偿的帮助 无偿的捐献都行啊 gratuitous 好下一单词叫gratuitous 使你高兴的东西 这叫什么 使服务员高兴的 叫做小费 gratified 等于satisfied 就在满意啊 ingratiate 使高兴讨好 使别人高兴啊 这是讨好 迎合讨好 ingrate 我们叫做 就是我们说不高 不感激的人 对不对 叫做不心怀感恩的人 叫ingratiful的感觉啊 忘恩负义者 忘恩负义的人 好第二点词 看着图片就能反映过来什么意思了 luster 光泽 光 光泽 光辉 都行 一种光荣光辉 或者是东西的光泽 luster lustrous 有光泽的 光泽的啊 shimmer 这个我们说也叫闪闪发光 发光 glory 还是辉煌灿烂 就是光辉 辉煌灿烂 glory glory splendid slender 也就是这个表示 光辉灿烂 treadmill 我们说跑步机啊 这个还是啊 大家下次去去 小健身房的时候 会描述这个词 tread表示的是 跟什么有关 它跟trudge都是同源的 跟走有关啊 这点跋涉 艰难的走啊 这就正常的行走 tremple表示的意思叫做 践踏踩踩 叫做践踏踩踩 tremple on the flowers tremple on the grass 都行 还是跟走有关 好 看这边第一个啊 你看把这个锁头给撬开了 叫违法的感觉啊 叫做bridge bridge就是break 它就是break 叫做违反打破 那下一个infring 走进边缘 进这个边缘了 叫做 也是侵害违反 infringe on my private life 侵犯了我的私人生活 encroach 也是这个意思 它一般强调是概念 叫做逐步的侵入蚕食 侵犯蚕食 叫做 encroach on our civilization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考 英语当中考了一个词 叫做impinge 对什么有不利影响 但是还是叫做侵犯 对什么有不利的影响 它是来自于impact 但是是一个贬义词 不好的影响 对什么有不好影响 或者叫做侵害 好 看这边 第一个叫做feud 表示的意思 叫做 现在田地 土地的 因为田地 几代的 什么叫做仇恨世仇 feudal封建的 feudalism封建主义 FL开口的词 通常第一个是跟飞起来有关 第二个表示跟弯下去有关 就是fold的 这个一三字母 flip a coin toss up a coin 这个toss up 是我们常说 在口译当中会表达这个动作 其实大家一看图片 都能想起来什么意思 但不看图片 能不能反应过来 to 走着 toss up 轻抛轻扔 轻抛轻扔 那flip的动词 也是这个意思 形容词的话 表示要flipancy 叫做轻帅无理 飞起来了 轻的轻帅无理 飞走 叫做略过 略过 就是快速的飞过 另外咱们还说了 时间的这种飞逝流逝 fleeting time is fleeting 时光飞逝 时光荏苒 对不对 这种感觉 flop 鸟群 羊群 flop 飞出去叫做 disobey 班长跟你说一句话 直接出去了 压根没鸟 这个叫做 蔑视违抗 那fl第二个意思 这表示跟弯曲有关 弯一寸 叫做畏缩 畏缩 害怕畏缩 flag 那么表示的意思 叫做旗子 大家搭了下来的 衰弱 减退 衰弱 flaccid和flabby 都还有什么意思 表示肌肉的这种松弛 肉也是搭了下来 对吧 也是向下的感觉 你看这人老了 脸就搭了下来了 这被咱们说的叫减肥 瘦点脸 瘦点到老了 只不过脸搭了下来 是吧 你这个要 是吧 特别胖 再不断练 那最后呢 就搭了下来了 这种感觉 flaccida和flabby flabby 好 看下边 这边 urban 城市的人很文雅 urbanity 叫做文雅 是吧 温文尔雅 温文尔雅 你看那个很儒雅的感觉 艾克能说到 你看有一些明星 或者有一些伟人 展现出来的那个行为 温文尔雅的 courtesy 并有礼 在法庭上有礼貌 法庭 和course 续集 courtesy 名词在这里 下一个词 refined refined boy 也是表示有教养 文雅的 有教养的 一个有教养的男孩 refined boy 他形容东西的 表示提炼精炼 经过精炼的 再好一点 vulgar 这个稍微难一点 vulgar jokes 就是dirty jokes 很庸俗的下流的笑话 或者我们就叫做commonplace common 它来自于folk 来自于乡亲人们 这词 就是老百姓的 叫做vulgar 好 这边第一个 mordent mordent comments mordent remarks 叫尖刻的 咬你 见谁咬谁 应该在网上有一些人 见谁骂谁的 就是疯狗乱咬 尖刻讽刺 反过来咬自己 是不是 反过来咬自己 这就叫做后悔悔恨 你看这个单词 咱们补充一下 来复习的同学 这个词专把里面的词汇 我觉得生活当中 偶尔也可能会碰到 它叫做漫画 这个词专一下 叫做漫画 我们这个图片 这种感觉 漫画其实也是讽刺画 也是很讽刺的感觉 讽刺的东西 图片 这也知道 你记住漫画里面有谁 就是车 我猫 所以你记住 漫画里有谁 有车 有我有猫 叫character character 车我猫 漫画 character 好 看下边 第一个叫enfranchise 在法国 原来叫做解放妇女 解放 富与 投票权 franchise 表示叫做权力 或者我们叫做特取经营权 经营权 franchise 在法国给女性 女权运动 源于这个法国 好 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叫做什么呢 叫做 这个throughton throught 都表示奴役束缚 奴役束缚 inthrought 动词 是变成你的奴隶 叫做迷惑着迷 是迷惑着迷 下一个单词 boundage 还是叫做束缚 束缚 古初就是涌出 歌舞古初 呼吸需要安静 历世繁茂树木 漂亮才会豪华 记住这个 这个不押韵的顺口溜了吗 虽然不太顺口 古初就是喷出 涌出 你看这个液体 古初就是涌出 呼吸 我们说hush hush 就是告诉人 鬼鬼祟祟偷摸摸 lush 我们叫做 立氏那个品牌 就卖那个肥皂 那个洗头皂 那个品牌 lush 叫做茂盛繁茂的 lush forest 叫做茂盛的树林 就漂亮 浩华奢华 好 还是在天才造成了 巨大的惊人的浪费 这句话写在旁边了吗 天才神童 想想商众勇 从小词货量惊人巨大 prodigious achievement 这种惊人的成就 对不对 巨大的这种数额 你都可以用它 prodigious amounts of money prodigal 浪费 wasteful 浪费的 成人三部曲 成人记住三个词 全贬义词 记住没 全贬义词 成人之后 叫什么 产妹 adulate 成年人 掺杂 男男女女掺杂在一起 叫通奸 adulate adulterate adulterate 通奸 那 掺杂 通奸 产妹 这三个不要忘了 产妹 掺杂 通奸 那名词 那是通奸 另外一个是掺杂 一个是拍马屁 所以考试的时候 你就看看 到底顺哪个意思 顺的就是那个意思 puberty 这个puberty 表示的意思叫做青春期 也是 叫做adolescence 好 这边看这图片 denison 定居下来的人 城市 叫做居住者 或者叫做当地的动植物 也行 居住者 援住户 这也是居住在这的人 城市居民 跟那个city city dweller country dweller 跟他附和在一起 占据这里的人 也是 居民居住者 occupant 占领这个地方的人 brag bra g 对不对 g size 就是吹牛 叫做brag brag off brag about brag bragg brangard brag dosho 吹牛的人 像他说了吗 I'm great I'm really handsome I'm very rich 3 card brag 对不对 按吹了就 是吧 叫做boast 也是吹牛 吹牛 好 看这边 butch 看这图片 想到什么 做饭给做糊了 butch something 我们叫帮笨狗 搞砸 是吧 搞砸 bumble bumble 还是搞砸弄糟 but now 被禁止的东西 叫做臣府平庸的 but now words cliche trite 臣府的特点 臣府的 臣府的 就是很旧的 简单一点 就是old 就这个表达 hackney 黑客话题 老生常谈 老生常谈 臣府平庸 这三个是有难度的词 不好记 那第一个 这个是在我们国内考试当中相对来是常考的 下面两个字是在国外考试当中考过 国内如果考这两个词 它一旦超纲词出现 能得能反应过来 它和特点 一定不要搞混 tr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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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臣府 平庸 jargon argo 叫做行话暗语 crunch crunches on crutches spend six months on crutches 6个月都住外 下一个 redo 我上前给大家讲了 斯芬克斯之谜 对不对 这个叫什么 叫做 师生人面相 这个东西 这个叫做谜 谜 谜 conundrum conundrum 通过读音机 conundrum enigma enigmatic 令人费解 这个形容词是重点 形容词是重点 enigmatic 老师读别 enigmatic enigmatic 难解 难解的 rotund 看这个图片 rotundman rotund person 圆盘 圆骨伦敦 像球一样 你看这种 像球一样 这个叫做rotund 第二个呢 rotate 就是取这个词跟本意 是wrong的 叫旋转 wrote 一轮又一轮 learn something by wrote 词机应位 rotatory 旋转 对吧 好 elation elated 沾沾自喜 dilate 这个late这个词根 是跟放置有关 所以叫像四面八方 放开 叫膨胀 扩大膨胀 这个是医学当中 用它多一些 dilated 我说过 pupils and nostrils 放大的鼻孔 扩大的 扩张扩大的 好 下面这个单词 叫collate 放到一起 去校对 proof rate 这个用阴影视义去记 read要读嘛 有一个证据去读 是这个意思 exalency 也是高兴 新高采烈 得意高兴 好 昨天怎么样 一般星期一的都还凑合 应该 是吧 星期一的应该都还行 你那看 我都说了 咱们这个不要掉队 你掉队就完了 好 还有四分钟 我们再跟小马哥交流四分钟 一会我们七点准时回来 增加复习的次数 看一下一些是否正常 好 那我们开始看今天的内容 第28节课 刚才测试了一下 有一些同学记得行 但是好像到最后 大家可能会快没劲了 没劲不行 一定要反复看 我都说了 就是说增加重复的次数 会提高你的几次效果 你不要说我认真就看一遍 然后不看了就 那不行 哪怕你可以就是 快速的看 但是多多看两遍 前面忘了多 所以要多复习才行 还是得多去看 一定要多去看 很早以前的忘了 可以看录播 寒假的时候干嘛 我不说了吗 寒假的时候咱们就多看 多重复两遍 咱们这课还有七次课 差不多 给大家说一说 如果不够 咱们就加一次 加一次课 但是前边的内容 还是至少把本周的 都要多重复重复 好 我们来看第一节 侯法一个 对 刚刚报名的同学 也是 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课到明年5月31号 才结束了 5月31号才到有效期 所以大家 是在此期间 有半年多的时间 你也想看 是足能看下来的 足能看下来的 而且你能看不止一遍 所以还是要给自己去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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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加油啊 是实际啊 好 来看第一个单词 今天呢啊 叫做exhalerate exhalerate 表示的意思叫做是高兴 我叫是兴奋啊 他呢这个词在使用的时候呢 一般会用ing的形式 就是exhalerating experience 能听懂吗 exhalerating experience 大家想想第一次坐飞机的那种感觉 叫做非常兴奋 兴奋的高兴 令人高兴令人兴奋的 他其实这个词跟那个excite exciting excited是一样的 ing呢 表示令人高兴 令人兴奋 那ed呢 就形容人 比如I was exhilarated exhilarating experience 这是他的用法 那这个单词呢 怎么去记它呢 大家看一下这个词根啊 就是hilar他本身表示的意思 还是表示gly 跟高兴有关 这个词根 它下面就这三个词 而这三个词 都是万词番级别的词汇 它不太好记啊 没有基础词 大家就通过希拉里去记 不要走车啊 大家就通过希拉里去记 你想想 看到希拉里就怎么在 就是高兴 看到希拉里啊 就是高兴 所以第一个呢 ex是动词加强 就是加强使高兴 是第一组 第二个词呢 叫hilarious hilarious表示高兴的 或者叫做好笑有趣的 叫funny 是这种感觉 但这个单词 我说到他的用法 他听的啊 不能说我很高兴 一般没这么说的 说I am hilarious 没有这么说的 一般都说 a hilarious book a hilarious movie 听懂了吗 他一般也是修饰物 就是说我们说 让人高兴 令人捧腹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叫hilarious book hilarious movie 这个意思 希拉里是高兴的 你看这三个词全是高兴的 你看动词使高兴 高兴的 对吧 叫做很有趣的感觉 好笑 funny 最后一个hilarity 名词 高兴 把这三个词读一遍 叫exaggerate hilarious 还有hilarity hilarity 有跳过伞的同学们 看一看 跳过伞的话 应该是这种感觉 他讲的是有一种exciting 他跟excite excite 这个词意思相近 他跟excite 这个词意思是相近 赵老师还跳 我想赵老师一把年纪了 他前一段时间在瑞士 然后说跳了一次伞 我想 真的老当义壮 我当时脑子里想到一个词 叫做hail 是吧 还能想起来什么意思吗 对吧 hail 就是精神绝术 现在这个词吧 绝术的 health嘛 老年人健康 好 看下边 然后下一组词 来一个 写一下 叫revere venerate revere venerate 下一个词 esteem 下一个词叫做 worship 看这个图片就能明白 那我们说尊敬呢 最简单的单词 当然就是谁 就是respect 最简单的肯定就是这词了 大家把下面这些词 动手写一下 好 第一个单词 先读一读 等会儿办的 叫revere 第二词 venerate 第三个 esteem 下一个单词叫做 叫做 worship 最后一次 idolize 好 那一个一个说一下 这些动词呢 首先注意他们都是极物动词 所以就不用造句了 你崇敬尊敬谁 你就宾语接谁 就可以了 你尊敬谁 就接谁 就行了 崇敬尊敬 好 那我们来看第一个单词 他们的一点点 喜不喜有跟我们同个 一点点区别 你说崇敬一些事物 对于一些事物 有一种敬畏之心也行 对于神呢 一些事物 第一个单词呢 它是来的fear这个单词 所以它叫做敬畏 有一种害怕 并且尊敬的感觉 我这样写大家能看懂什么意思吗 能懂我吧 RE作为前缀表示的是再一次 就是再一次会有一种害怕的感觉 就我当年上学的时候被班主任给打过 打过耳光 现在回去看老师的时候还是有一种 你也觉得 哎呀 你也感谢他当年 说教了你很多东西 当然他你打过你 他打过你 你还是有一点怕怕的感觉 所以这个fear注意一下 这是fear 每次去看中学班主任的时候 我都会说 我说就是因为我那天中午没上完自习 被老师打了两个儿子 怎么能打我 对呀 你说那么可爱的小哥哥 小弟弟当年是吧 十几岁的时候 十几岁 老师也能下得去手 叫做再一次有一种害怕 就叫敬畏 崇敬 敬畏崇敬 没有阴影 反正我都跟大家说了 我们当年那个年代 80后 你打的都是我们的肉体 触及不到我们的灵魂 你爱打打 爱打谁打谁 反正没打我 下一个叫做venerate venerate这个单词注意一下 像它的名词就是我们说veneration 还有它的形容词叫做venerable 它的形容词和它的名词都是经常用的 它的形容词和它的名词都是比较常见的词汇 我们就叫做值得尊敬的 很庄严的 庄严值得尊敬的名词敬畏 叫veneration 它这个单词是来自于谁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谁啊 Venus 对不对 爱与美 对不对 女神 看一看 它是来自于维纳斯 你通过金星聚集也行 Venus 爱与美女神 咱们在希腊神话当中叫做阿弗洛特 对不对 所以要知道一下 那它是来自于对于谁啊 对于美的这样的一种什么呢 一种敬畏之情 爱神的一种敬畏之情 就知道一下 叫Venus 通过维纳斯去帮你出击 通过他去击 Venorate 后续就变成了谁 变成了 这个ATE了 罗马神话的 这个咱们上上中学的时候 贾坤老师给大家提到过吧 其实希腊神话 罗马神话就是 罗马就照搬了希腊嘛 对吧 就是说把名给人家改了一下啊 这个维纳斯是罗马神话当中的 爱与美女神 对于女神的这样的一种崇敬敬畏 Venus Venerate Venerate 还有Revere 它的名词是谁 它的名词也得能认出来 叫做Revere 听说没 这个也要注意一下啊 它的名词 也得能看出来 它的名词也得能看出来啊 叫做敬畏 敬畏 崇敬 好 看下边 这个单词可能就难度降下来一些了 像在考研呢 四六级当中就是频率较高的词 基础一点 那它为什么我们就叫做尊敬呢 我们常说自尊 对 四级就考过这个词 叫做self esteem 那尊敬一个人一定要干嘛 里边有哪个词 大家看到这个词吗 它中间部分其实还是来自于谁 还是跟战力有关 比如说领导来了 对吧 比如西主任进来 或书记进来了 你不能还在那坐是吧 对吧 你师哥进来 你还在床躺着吗 不像话 马上站起来 目光注视 师哥 师姐 给你推荐个班级 是吧 这种站起来注视两个眼睛 一一盯着他 站起来去看着去看着他 跟战力有关 叫做esteem 叫做esteem hello 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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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听到吗 正常吗 一切ok吗 一切能听到吗 ok了 刚才可能突然出现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 他这个 绑络也是十二十二 好 下边 下一个单词 叫做 worship 这第二组词 worship worship这个单词 他表示的意思也叫什么呢 叫做崇拜 叫做崇拜 他一般强调的是对于神的 或者是极其崇高的 这样事物的这样的一种景样 崇拜 我们叫做对于神的 这样的一种崇拜 叫做worship 他其实跟谁是同源呢 他的这个单词就是worth 价值 这个单词 跟他是同源的 是跟他是同源的 有价值的 有地位的东西 对于他 ship是名词后缀 worship 因为他这个丝和丝 他俩是一样的 所以就合并了 把原来这个他给去掉了 但不要跟战船搞混 战舰战船叫什么 叫做worship 考试的时候不要看走眼 战船 看见吗 这是战船 别混了 这个是来自于对于有价值的事物 有地位 有价值的东西 这个就叫崇拜 worship worship 好 最后一个单词 这个一般强调的是 这种偶像的这种崇拜 他这个就比较简单一点 他前面来自于谁 来自于偶像 是不是叫idol 看看你们的偶像是谁 对吧 但他一般强调崇拜的概念 一般多值 什么呀 这种比较极端化的 特别的这种崇拜热爱 比如说 a pop star idolized by millions of fans 对吧 a pop star idolized by millions of fans 就是受这种数百万粉丝 崇拜的这种流行巨星 对不对 是这个意思 idolize 你看 大家上课你发现了吗 上了万词班 不光是词汇量要提高 这个变得更加圆滑了 也变得更加的什么呢 sleek 有嘴滑舌 对吧 你看 都会说话的 情商也会变靠 eq会变靠 这是最重要的 这要比你花多少钱 报一个多贵的课 都换不来的东西 不光是知识涨 在职场上 知识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情商 好 来把这五个单词过一遍 第一个 希拉里 是高兴 叫 exhilarate xhilarate hilarious 令人捧腹 逗乐 高兴 hilarity 名词 高兴 这边第一个 脑子里想谁 fear vere 崇敬 敬畏 敬畏 venerate 对于维纳斯 爱于美女神的崇拜 esteem 我们说自尊 注意这个表达 叫self esteem 或叫self respect 都行 worship 崇拜 as worth 你看看这种感觉 这些图片里 这样的一种崇拜 敬畏 好 看下边 这个图片实在找不到了 就找了两版 什么叫做sequel 你明白就行了 叫做续集 连续句的续集 这个续集确实实在是找不到 不知道什么图片更合适 所以找了这样一个图片 叫sequel 叫sequel 它这个单词呢 其实跟谁是同源的 跟那个后果 那个单词 大家还记得它吗 是不是叫consequence 就是随后而来的 结果后果 之后 对吧 也有 对环珠哥哥都有吧 叫做 sequence 通过后果去记 一个是后果 就之后的内容 叫做续集 sequel 好 那我们看看这个词根 这个词根 咱们今天给大家 正式说一下 下边这两词 能记得的打一下2 能记得一打一 都忘了就打0 记得俩打2 然后又卡了 好吧 那你又换成4G 看看是什么原因 东东想起来 大家给我30秒 我换一下4G 然后看能连什么 这个热根热点 哈喽 现在看一下 是否能听到 一切是否正常 看一下 是否能听到 一切是否正常 换成4G 我们看看 到底是网子问题 我换一下平台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词根 就是这个 persecute和prosecute persecute和prosecute 这个sequel这个词根 本身表示的意思 叫做跟随的意思 它在这个拉丁词根当中 本身是跟跟随follow 有一些关系 跟跟随相关 那第一个单词 叫做obsequious 大家得看一看 ob作为前职 来讲 他表示的是什么 ob作为前职 只有俩意思 一个是加强 一个是相反 要么是加强 要么就相反 ob只有这俩意思 所以你看 所谓谄媚拍马屁 脑子里想一想 我们在15分钟之前 复习的是哪个词 是不是他 叫adulate 成人之后就谄媚 就是一直跟着他 就随声附和 领导说什么 就好 跟着他走 他怎么的 你就跟着他 所以这个谄媚 是来自于跟随这个概念 就是这种随大六 随声附和 就叫拍马屁 随声附和的 去跟随一个人 去follow他 你看你的 什么instagram上 有follow 你的追随者 就是关注的人 谁关注你了 follow 好 下一个单词 叫做连续的 consecutive 这个比较好理解 C文表示共同一起 就是跟在一起 一个接一个 我们英语专业的同学 你看咱们常说 那个叫做交替传议员 就用这个词吧 叫做consecutive interpreter 对吧 interpreter 交替传议员 口语员嘛 就是总理达记者问那种 交传 就是连续的翻译 总理说完 你马上接上 你说完总理再接上 总理说完 你再接上 是吧 这叫连续的 风台就想一想 叫做consecutive 连续的 叫做连续的 你想想的时候 我们过马路也是 大家都手拉手嘛 连续 一个跟一个 一个跟一个 要否则你自己过 自己过一个状 过一个状 就乱了 所以跟在一起 一起过 连在一起 一直尾随 这叫什么呢 叫做谄媚 谄媚 persecute 像per 我们也说了 表示 一直尾随 这个叫迫害 政治宗教上过去的 对于某某人的迫害 尾随 将其迫害 叫persecute 还有叫prosecute 叫做起诉 最后一个单词呢 叫insue 看这个单词啊 insue这个词 也是来自这个词的 它表示的意思叫做 随之发声 就是我们说happen 和follow 比如说造一个句子 听它怎么用啊 它也是一个不及物动词 因为发声嘛 叫做 a combat ensued after a fierce discussion 能理解 能理解什么意思吧 说a combat combat ensued after a fierce discussion 就在激烈的争论过后啊 随之打起来了 一场打斗随之而起 就在一场打斗啊 随之而起啊 这个叫做insue 随起随之发生 这个词你也带把这些词啊 跟老师过一下 第一个叫做sequel 续集续篇 一定要通过后果去记 后来的结果 后果嘛 续集 第二个呢 叫opsecute 最形容人的性格特点 了解一下 叫做谄媚 所以尽量不要写汉语 写阴阴诗语 用刚刚学过的词去记 跟在一起的连续的continuous 对不对 跟在一起 一个跟一个连在一起的 迫害和起诉 他俩是一组 最后一个词叫做随之发生 紧跟着发生 随之发生 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里边 这个词 还记得它什么意思吗 revere 想想它是fear he eventually went into a more unflinching provocative 多少同学能反映过来 这个单词 多少同学能反映过来 这个单词 能看出来这个词 是哪个词 读一下 unflinching 半个小时之前 我带你复习了 provocative direction that appears and later comedians alike could come to revere 他朝着一个更加 不怕吗 不害怕吗 更加坚定的 果断坚定 无所畏惧的 然后呢 有争议的方向前进着 然后获得了同事 以及后来演员们的尊重 尊重啊 敬重这个概念啊 下一个单词叫做sequel and its sequel 所以这个续集 这个没什么太多的用法了 叫做sequel 叫做续集续片 好我们继续玩来看 看下边下一组词 来写下来 第一个叫做defile defile 多数写一下 叫做弄脏 亵渎 可以看啊 defile contaminate sully sully 亵渎什么 什么叫亵渎 汉语 大家明白啥意思吧 汉语明白啥意思 我先问一下大家 这个汉语俩在这会写啊 你别给我来了一个什么 直读啊 或者是果毒之类的啊 汉字里先认识怎么写的啊 哎 其实就是不尊重嘛 对不对 对于所谓亵渎一般强热 对于神圣事物的一种不尊敬 生活当中一般用的也不是特别多 你不能说老师昨天放学路上他亵渎我了 那这个老师都得反应反应他怎么亵渎你了 是吧 哎 你这个一般他还是偏要偏阅读化啊 因为口语当中你没有说他昨天亵渎我了 他在骂我了 那你就正常说他他骂我和侮辱我就行啊 所以别弄别弄得太太那什么啊 所以这个第一个意思可能更常见啊 可能叫什么叫做弄脏污染啊 好那我们来看看这几个词啊 就是make something dirty 看这手是脏的啊 这个单词怎么去记比较好记呢 我先说一下联想技法最好记的 就通过文件去记一下 文件掉在地上 你看我们大扫除的时候啊 一堆书忽然掉地上了 你这样想一想 文件掉在地上弄脏啊 把一个人的名誉弄脏 那这叫做亵渎啊 叫做defile啊 叫做defile文件文档弄掉在地上 其实这个词是来自于谁 是来自于fall这个单词 咱们看足球男生见过他吗 是不是叫犯规或者叫做脏的 肮脏的或者犯规这个词 咱们经常会说 哎呀韩国队脚底也可脏了 这个咱们同学都能听懂吧 韩国队啊 这足球队踢足球的时候脚底也可脏了 哎就这个嘛 所以他是来 他第一其实表示加强 这通过词源的证解 原因变形吗 file就是fall的变形 加强变脏啊 这叫弄脏 弄脏卸读 但通过文件就记比较好记啊 好这个就所有考试的通考了 频率非常高 是属于终极词汇啊 叫做contaminate啊 叫污染 比如说contaminate the air 对吧 污染了空气 contaminate our dinner 污染了我们的什么 晚餐都行 用它都行啊 弄脏 就是pollute 那他这个单词 大家通过联想记忆 C文表是共同一起 对吧 共同一起 这个tame 就想想抬煤 你看这个图片 冬天来了 一起抬煤 烧煤球啊 污染空气 现在咱们在石家庄的同学看看 往年入到十二分的时候空气污染比较严重 保定的 石家庄的 然后还有咱们在东北的 也是都得烧煤 要一起烧煤 一起抬煤 contaminate 几乎动词 下一个单词叫做sully sully这个单词呢 也表示什么意思呢 叫做弄脏 或者我们叫做玷污 某人的名誉都行 几乎动词 那这个单词 它是来自于谁呢 它是来自于这个单词 是一个熟悉的词汇 是来自于soil这个词 soil的名词来讲 它表示土壤 它动词也表示弄脏的意思 知道吧 叫做弄脏 这是通过词源去解释 ly是变后缀了 但它是动词 是来自于原音土壤 摔一身土 咱们小的时候是不是也是 比如你摔了 摔一身泥的感觉 这叫做弄脏或玷污 你要觉得不好记得 如果谐音记记就是撒了 对吧 刚买了一件barberry限量款 和星巴克的时候撒了一身 立刻barberry变成班尼路了 是吧 这个叫什么呢 这叫做撒了弄脏 撒了弄脏 sully 它是来自soil这个词 好 看下一个词 叫做taint taint和tarnish 这俩放到一块 表示的意思叫什么呢 叫做是污染 污染 或者我们也叫做什么呢 叫做这个电污都行 污染 电污 如果作为动词来讲 仍然还是一个 激污动词 比如说 the administration was tainted with scandal 这句话能听懂吗 the government the administr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was tainted with scandal 就是这个丑闻啊 是政府 啊 怎么的 声名狼藉 对吧 败坏了政府的名声 这样犯都行啊 丑闻啊 是政府名声很臭 啊 这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taint 啊 tarnish 也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啊 玷污 或者是什么叫做 败坏的意思 它这个单词 其实跟谁是同源呢 还记不记得这个单词 你还记得他不啊 我把它写的 还记得他不 他为什么我们叫做污染弄脏 还记得这个单词吗 taint 脑子里让你想想 让你想哪次 是tiny 想想这个单词吗 tiny 用微小的改变 叫啥 是不是叫染色了 见过他们 也叫做微染 这个单词 看大家有没有见过 其实就是我们说 比如说你这个 这个黄色的衣服啊 你吃肯德基的时候 滋上一块番茄酱 是吧 这就是 呦 染上色了 这叫做弄脏 他跟他同源 写上啊 一个是taint 一个是taint 染上色 这是弄脏了 染上色 这是弄脏了 tarnish也是 好把这几个词 跟老师过一下 第一个 defile文件掉在地上 弄脏 亵渎 一起抬霉 contaminate contaminate 弄脏污染 撒了 撒了一身 弄脏 吸引方法 这个soil也行 好 taint和tarnish 都是 变污败坏 好 看下边 下一组词 来这个单词 叫做default default 表示的意思 叫做虔诚的 叫做虔诚的 下边 等于谁呢 我们说叫religious 或者是pious 来把这个词写一写 这报一词了 虔诚 第二个词 叫做religious 第三个词 叫做pious 看咱们有没有 有一些宗教信仰的同学 可能 对这个词 可能在哪里面 可能会见过 比如说 a devout christian 对吧 虔诚的基督教徒 对不对 虔诚的这种穆斯林 你可以叫做 a devout muslim 形容词 就是名词 直接用就可以了 所以这就不需要 再造一造其他句 你就知道 形容词就是名词 直接用就行了 都不信 是吧 没有任何信仰 信自己也行 总之得信点个玩意儿 好 那怎么去记他呢 当原 这个词通过谁 去通过这个 他跟他同源 告诉老师 devote什么意思 devote是不是叫做奉献 是不是叫做奉献 叫做奉献 致力于 对吧 奉献致力 比如devote myself to my study devote myself to the Buddhism 对不对 把一生都奉献给了 佛教实业 这是跟奉献 有关 你看你这一生 都奉献给了一个宗教 那这个就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 前程 叫做前程 好 第二个religious 宗教这个词 也是也可以翻成这个意思 叫做前程的 有强烈的这种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的 前程的religious 好 下一个词叫做pius 它的名词变化比较大 同学们看一下 名词变化比较大 所以要重新写一下 因为这个在阅读当中 选项当中经常出现 叫前程或者我们叫做孝敬 孝顺父母 看看有多少同学 老一天老腻着你妈干 是吧 只要是不要钱 一个礼拜也不往家打一次电话 发一个微信 这就是这不行 filio 挺好 意思我们说叫前程 这为什么叫前程呢 他其实跟谁同源 他是来自于pure这个词 跟他是同源 他跟pure这个词 他俩是同源 就是内心非常对这个东西 非常的纯净 没有一丝杂念 你信这个东西 完全不考虑任何的 不考虑任何利益上的东西 它是完全来自于纯净 这个单词 叫做pure pious 它是来自pure这个词 与他同源 与他是同源的 叫做pious piety pious piety 好了 来把这三个词过一下 第一个 想一想 这辈子就给谁贡献了 那对他就是前程 宗教信仰 前程的 有宗教信仰的 前程的 好 看下边 下一个叫做pious piety 也是 叫前程 这个钱要看清 哪个钱 不是这个钱 千万别翻成这个 前程 不是这钱 别整错了 好 看下边 这个单词也是 大家认知就行了 有宗教信仰 因为这个文章 这个单元 主要还是跟宗教相关 我们看一看 叫做pilgrim 叫做朝圣者 咱们每到什么 活佛的 什么生日 或者是到所谓的 这个重大的宗教庆典的时候 我们这么多人 聚集到一起的 这单词 大家可以抓住grim 聚集 grim表示什么意思 grim表示的意思 非常的严肃 一个人 严肃的 严酷的 你可以通过他 去想一想 朝圣的时候 也是不能嬉皮笑脸的 你说在这拜 这个拜神 完之后还吃香肠 火腿 那不行 就觉得不行 grim叫做严肃 非常严肃的一群人 叫朝圣者 第二个叫做disciple disciple表示的意思 叫做门徒 或者叫做追随者 耶稣的十二使徒之一 门徒 这知道一下 也是一个托福里面 考过的词诞认识 把这两个放到一块 一个是严肃的人 第二个是disciple 叫做门徒 信徒 他可以跟谁放到一块 你可以跟那个学科 那个单词 就是discipline 纪律 大家听过这个词吗 纪律这个单词 有听过吗 学科纪律这个词 你就记住 是你的信徒 门徒 守清规戒律的人 通过discipline去记 守清规戒律 守你们纪律的人 这个就叫做你的信徒 纪律 discipline 还有pulgrin pulgrin 好 看这个单词 叫shrine 这个大家去过京都吗 看去过京都这地儿 应该比较熟 这叫什么来 那个叫 忘了 忘了 那叫什么地儿来 什么鸟居 还有什么 我也忘了 这不是经过神社 反正就是一个 反正去的地方 我也记不住 照两张相就走了 这是旅游的一个地方 忘了 大家去东京的时候 鸟居 去东京的时候 路过那个靖国神社 写的就是这词 写的就是它 叫做shrine 用的就是这个单词 那这个单词 大家通过谁去记 就通过shine去记 就好像是叫这个名神鸟居 因为我是对于旅游景点 说实话 不是特别感兴趣 我一般到哪都是看餐厅 你要是想吃什么 你就问我 对吧 大家游去哪 去哪 你去欧洲啊 你还是去日韩呢 还是去美国 北美 澳洲 对吧 你问我景点 我真的有时候也真记不住 也不知道去哪个景点 反正去门口照照相走了 shine 通过阳光举记 阳光洒在鲜花上 这样的地方 就是神殿 神殿 泰国的东西我可吃不完 我去泰国只能吃那个叫什么 海鲜炒饭还行 其他的就 他那个咖喱 我觉得有点不行 日本好吃的真的很多 去日本主要的目的就是吃 好 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叫做Sanctuary 看看这个词 Sanctuary这个单词也叫做避难所 或者叫做圣所 有林俊杰的粉丝吗 如果你是林俊杰的粉丝 这个词肯定应该讲 就是林俊杰现在巡演的名字不叫圣所吗 圣所2.0还叫什么玩意儿 是吧 那个海报上 下次注意一下啊 下课的时候瞅一眼 找一张林俊杰圣所巡演的海报 上面写的就是这个英文单词 这两个放到一块 这个词呢 除了表示避难所圣所以外 还可以表什么呢 叫做我们说叫做保护区 鸟兽的保护区也是这词 标注一下 然后叫做Sanctuary 动物的保护区 也用这个单词 把这个词写上 它实际上是来自于谁呢 是Sanctuary的这个词根 以后咱们再展开讲 大家先标一下 Sanctuary的这个词根 本身表示的意思叫做 叫什么叫神圣 就是Secret 这个词根以后再展开 咱们今天先不展开 表示Secret和Holy 是跟神圣有关 就是神圣的地点嘛 这个也叫圣所 跟那个Sanctuary 可以放在一起 像那个晋国神圣门口 你下次注意一下 写的就是上面这个词 Sanctuary可能更常见一些 那我们在 现在考研呢 或者在托弗亚斯当中 考的都是表示鸟兽的保护区 鸟兽动植物的保护区 一般是非常神圣的 不能杀生的地儿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下边这次 你看这个图片也能明白 这是很神圣的行为 来把这几个词写一下 第一个叫做Consecrate Consecrate 下一个词叫做Sacrelage Desecrate Execrate 看到这几个 还有我们说Devote 刚才已经说过咯 Hello 说过咯 能想起来不 这两个是讲过的 看都能不能想起来 好 这个词根呢 S-A-C-R 它和那个Sanct 这俩是同根的 这个N呢 有没有它都行了 Sanct 都是跟神圣有关 它都是跟神圣有关 这个词根底下 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词 当然我先说最简单的吧 最简单的叫做这词 见过它呢 见过这词吗 叫做Secret 是不是叫秘密啊 就是非常神圣的东西 这东西你不要问 很神圣的事物 叫做秘密 叫做秘密 就来自这个词根的前半节 那如果到了四六级阶段呢 四六级阶段有这个词 叫Secret 比如说A Secret Place 非常一片神圣的圣土 神圣的地方 这也叫做Secret 神圣的宫殿 都可以用它 Secret Palace 神圣的都来自这个词根 先把这个词根解释解释 通过秘密去想一想 非常神秘的神圣的事物 不能让所有凡夫俗指知道的 这是秘密 好 那你看一下这个单词 第一个叫做一起弄得很神圣 这叫做供奉 或者我们叫做奉为神圣 就行 供奉 或者说我们叫做奉为神圣 那它这个词呢 第二个它等于就等于 我们说叫做devote 奉献也行 这个奉献一般强调 都是对于宗教上的这种奉献 一般用它比较多 一般来说比较多一些 叫做供奉奉为神圣 有一种祝圣的感觉 比如说the church was consecrated in 1853 对不对 你说这个教堂呢 在1853年祝圣 奉为神圣 叫做consecrate 这个指导一下 奉为神圣祝圣 讲究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就是一种宗教仪式 对不对 一种就是类似于我们怎么讲 给这个地方 有点像开了光了的感觉 能理解不 就有点像开了光了 这样的一种表达 你看它的解释 我们叫做 to stay officially in a religious ceremony that something is holy and it can be used for religious purpose 我们是一种祝圣 就知道一下 好 下面 看下面一起弄得很神圣 叫奉为神圣 第二个呢叫做什么呢 叫做sacrallege LEG把它讲成脚 脚迈进了神圣的地方 这叫做亵渎 你看那个金庸的小说当中 是不是经常会说 踏入圣地者 死 对不对 凡我名教 中人绝不可 踏进 这个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地方 这也知道 这叫做你脚迈进 这个神圣的地方 这叫亵渎 叫sacrallege sacrallege 好 下一个单词 扩到一起 desecrate 他俩反义词 看出来吗 他俩说反义词 一起神圣 叫奉为神圣 而这个叫不神圣 亵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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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前一页说的是他吧 叫defile吧 文件掉在地上弄脏 亵渎 亵渎呢 还有两个词 还可以写在旁边 要最后面讲不到了 一个叫做blaspheme 还有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perfume 把这两个写在旁边 第一个叫做blaspheme 把它写在旁边 就写在亵渎的旁边就行 blaspheme 动词 看一看他 名词的话呢 就是my结尾 名词是blaspheme 名词是blaspheme 也叫做什么呢 亵渎或者是咒骂 亵渎咒骂的意思 那这个单词呢 注意它是来自谁 为什么叫做亵渎呢 前半部分是来自于blast 叫爆炸吧 炸毁爆炸这个词 第二部分影射的是fame 就是炸毁你的名语 听力都错 没有听力 零分 全是错了 正确答案 楼上装修 家里没有人切菜 也没有人剁馅 楼上装修 零分 好 这词标注一下 你看他的一个造词 那里边叫做blaspheme 把名声炸毁 我这样写大家能看懂吗 大家能看懂吗 这夫和夫这么一样吗 中间是来自于blast 好 第二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perfame perfame这个单词 大家可以通过谐音记忆记 就是perfame 你想想你往神像上perfame 对不对 动词也是形容词 你往神像上perfame 也是叫什么呢 叫做亵渎 或亵渎的 亵渎的 比如说亵渎的语言 你可以叫做perfame language perfame comments 亵渎的这种评论语言 perfame 大家以后去什么 这个圣所的时候也是一样 不要到哪里指指点点 那不好 你不信可以 但你不要到哪里指指点点 perfame perfame 上面这单词呢叫做blast fame 炸毁名声亵渎 脚迈进圣地 还有不神圣 除去神圣还是亵渎 好 我们来看下边 这个单词 叫execrate 还是扁语词 你看 叫做把神圣的东西泄密的感觉 这个叫做什么 遭到人们的憎恶咒骂 把神圣的东西挖出来 像当年那个孙殿英 对吧 大到江东 这个青东陵 那是把神圣的东西都给挡动出来了 这是人们老百姓骂他 叫做赠物咒骂 叫做execrate execrate 好 那看下边这个单词 这个词主要还是来自于国外考试的词汇 叫deify 其实这个day呢 你看他在这个 拉丁词根本身表示god 但他下面没有什么基础词 你可以写两个 一个叫deify 一个叫做deity 你把这个名词和动词给写在一起 一个叫做神话 把谁谁奉若神明 奉为神圣 你看咱们经常有的时候也会说 说这假话 把谁谁谁都给神化了 当年你看咱们说把马云 对吧 把马云都给神化了 把谁谁谁都给当成神了 这个我们叫做deify 第二个呢叫做deity deity就是名词 我们就是等于god 就翻译成叫做神 叫做神 神话 deify和deity deify deity 好了 这次词到这里不说了 注意中间这几个词 大家看 看这个词根 怎么就回忆 只有一起神圣的才是奉为神圣 只有他的报义词 看出来吗 只有这个一起神圣 consecrate 这个词根怎么去记 你可以通过secrate去记 就是跟神圣有关 一起神圣才是奉为神圣 所有人去祝圣 其他的全贬义 你看 脚迈进圣地亵渎 不神圣 亵渎 对吧 把神圣的东西说出来 这叫做远离神圣 叫做咒骂赠物 其实还是一种贬义的 亵渎的概念 你咒骂神灵 就是一种亵渎 咒骂赠物 咒骂赠物 好 那我们把刚刚过去的 三十分钟 四十分钟 快速回顾一遍 好 第一组词能想起来吗 希拉里怎么着 希拉里怎么着 叫做高兴 对不对 读一下 exaggerate 形容词呢 令人兴奋 令人高兴 等于exciting 令人高兴 令人兴奋 Hilarious 令人蓬富的 令人高兴的 Hilarious book Hilarity名词 好 看这边 第二组词 第一个叫做revere 这组词都跟什么有关 看这图片 都跟什么有关 尊敬 崇敬 revere 注意它的名词 reverance 它来自于fear 想想它来自于谁 Venerate对于谁 对于维纳斯 你看爱与美的 这种什么 也叫做崇敬 崇敬 尊敬 Venus 它注意它的形容词 叫Venerable 令人敬畏的 和Veneration 因此崇敬敬畏 下一次Esteam 全体起立 目光注视 手掌来了 你得站起来 看着手掌的车 在你眼前过去 得注视 对吧 你不能说手掌来了 简阅的 你在那扣指甲 摇手 那不行 一定要站起来 注视手掌 叫Esteam Worship还是崇拜 作为一个词 叫Adolize 偶像崇拜 好 这边第一个 Sequel 脑子里想 Consequence 后果 后面的内容 叫做续集 它之后的续集 这个第一个 叫做 But Secrets 一直跟着它走 它往东 你往东 它往西 你往西 这人一天 领导说什么 它是什么 这个叫做 Adulate 谄媚 拍马屁 跟在一起的 Consecutive Interpreter 我们叫做 连续的翻译员 叫做 叫做 交替传员 Persecute 一直尾随 这个叫做 迫害 另外呢 起诉 Insue 叫做 Accur 或者我们叫做 Follow 对吧 紧跟着而来 跟随发声 跟随发声 好 这边第一个 文件掉在地上 弄脏 弄脏 一起抬煤 污染 弄脏 撒了 它来自于牛奶撒一身 把新衣服弄脏 电污 Taint和Tarnish 都是跟Tint 染上颜色了 我们这也叫什么 叫做电污 电污 败坏 都行 好 这边第一个 Devile 脑子 我这辈子 就奉献给他 对他非常虔诚 虔诚的 Religious宗教的虔诚 Pious 这个稍微难一点 Piety Pious Piety 也是 表示我们叫做 虔诚的 Pure Grame 非常严肃的 这些人 叫做 你不能说拜佛的时候 你说你上庙里 对吧 CP笑脸不行 叫 朝圣者 Disciple 守纪律的人 也是 叫做门徒 徒弟 门徒 那个 我们有个这个词 但这个词就 比较偏四六级化的 一个词 这叫什么来的 Apprentice 这叫什么 这叫学徒 这是学徒 这考个六级 这六级去年考的 六级去年考的 上半年好像是 这是学徒 就认识是吧 它是来自于实践 这个字 Practice 没背后 你给写旁边 带着你去实践的 我带你做这事 我带你做那事 这是学徒 学徒 Shry 阳光洒在鲜花上 是吧 叫做 叫做神殿 Shry 神殿 Sanctuary 还是神圣的圣所 林俊杰的粉丝 必须要记住他 要不然不配当林俊杰的粉丝 叫做圣所 或者叫做保护区 保护区 好 我们继续往下来看 看下边 下一组 来第一个 叫做Right Right表示叫仪式 政治上或宗教上的仪式 叫做Right 多数写一下 Right retro 还有叫做Etiquette 好 这两个能看来 他俩是一家的吧 能看来吧 这两个能看来 他俩是一家的 一个名词嘛 这形容词嘛 叫仪式的 名词也叫仪式 那这个仪式呢 我强调一下 他其实跟谁同源呢 他跟这个词 大家有学过他吗 叫做Routine 是不是常规惯例啊 比如说咱们每天 吃饭前的仪式 先捣捣捣捣 是吧 感谢跟哥 带我背了这么多单词 然后往卡拉开始吃饭 睡觉的时候 感谢跟哥 带我背了这么多单词 然后感恩的睡去 这叫做 这是惯例了 每天到这个时候 每到周一早上起来 每到周三下午 这个点 这是一个惯例行为 所以这叫做什么 叫仪式 明白了吧 这个叫做仪式 叫做Right和Ritual 但他一般多用于 政治上或宗教上的仪式 当年那个 有篇文章讲到什么 那个国会山 在美国那些议员们 早上起来得先祷告 围着餐桌 前要祷告 完再开会 什么感谢谁谁谁之类的 Right Ritual 是来自于惯例这个词 他的前半截 I和U 就是Writer 看到了吗 Writer Routine 好 下一个单词 叫做Etiquette Etiquette这个单词 也是半年前 就是在阅读里面 刚刚考过 他表示的意思叫 行业或社会当中的礼节 礼节规矩 刺激班的同学 我们讲 有篇文章用那个 讲那个监视器 说现在满大街都是监视器 满大街都是监视器 说这种是否符合礼节 一般都是社会 或行业当中的礼节规矩 叫做Etiquette 比如我们说叫做Medical Etiquette 就医学界的行规 对吧 行规 Legal Etiquette 行规规矩 一般我们会用到这个单词 用到这个单词 这个单词呢 他跟谁是同意 他是跟那个Ticket 他跟这个Ticket 他俩其实是同跟的 就是Ticket表示一个条 或者我们发单 对不对 票券 都有这样的一层含义 有这样的一层含义 你想想 礼仪礼节 就是写在一些告诫的 贴一个条 此处禁止大条片 贴在条上的 这告知你的叫做理解 他跟那个Ticket 你看 Ticket 他跟他是同跟的 注意一下 这个他跟Ticket同跟的 有的时候我们会告诉你 这个地方应该去做什么 他确实会写一个 好 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 叫做Pool Pit 好 你看这个词 叫Pool Pit Lecturn 还有 Deis 这样的名词 也是大家主要还是作为阅读 因为它是跟宗教相关的 它并不是生活当中常说 但是我们读到相关文章的时候 大家知道一下 第一个叫做Pool Pit 第二个Lecturn 第三个叫做Deis 第一个Pool Pit 看这图吧 明白了吧 在教堂当中 一般咱们说放一些什么文件 圣经 完了 领导 在上面去讲话的 这个叫做Pool Pit 叫做Pool Pit 就指这桌子 高台 Lecturn也是这个意思 跟他同一词 他这个词通过谁 通过演讲去记 演讲的时候 扶着的 通过Lecture去记 讲台 演讲的时候扶着的 Days这个词 它可以指什么呢 它可以指讲台 它也可以指脚底下踩着 那个 它可以指 这个 它也可以指脚下的 三尺高的 是吧 讲台 叫做Days 它是跟那个Desk 你看 写在旁边了 Desk 它俩写同根 它可以指桌子 也可以指脚下踩就行 叫做Days 它跟那个橱菊很像 橱菊叫Days 有的女同学 喜欢这个品牌的香水 是不是叫橱菊 Days 是它 菊花 那个小菊花 叫做Daisy 把这三个词认识一下 第一个Puppet 第二个Lecture 演讲服的 Lecture 下一个 Days 就是三尺高的讲台 Stage 好 看下边 下一个图片 Spectre Spectre Phantom 还有Apparition 这三个词写一下 当天咱们学个比较简单的叫出来的 叫做Ghost 对不对 因为用这个可能大家可能见的比较多 好 第一个单词 Spectre 第二个 叫做Phantom 第三个 叫做Apparition 好 第一个单词 我们叫做幽灵 这样的名词也是认知 认知就行了 幽灵这个单词 它是来自于谁 是来自于Spec这个词 跟看有关的 看见一个人 看到的这样的人 咱们以前也经常会在一些路边不可靠消息的一些媒体当中 出现过常说什么 说的那个在故宫里看到宫女来了 是吧 当年是九几年的时候 说能看到了里边有宫女 宫墙下一排人走 宫女 这看到的影子 叫做幽灵 幽灵 下面这个呢 大家看以前去那个百老汇 看没看过那个歌剧魅影 用就这个词吧 Phantom of the opera Phantom of the opera 不要说了 好吓人 你看小燕子来了 小燕子来了 小燕子为啥的 是吧 都不是 Phantom 叫做幽灵幻影 就知道一下 Phantom 他跟谁同言呢 跟幻觉那个词 有没有看过他 叫做周杰伦的第二段传辑 叫什么来的 叫做Fantasy 是不是跟他同言 你看 P夫和夫是一样的 幻觉这个词 产生幻觉了 幽灵幻影 我都说了 大家如果是有鬼神之说 害怕鬼神的 你就把万词般讲义 随神携带 绝对管用 拿出来赶快翻到地 78页大喊一声 Gallability 马上 可保平安 可保平安 还是知道了一下 叫做幻觉看到的影子 幽灵 Aberation 这次还是幽灵 这在美剧当中 像过 对吧 也这个幽灵当中 他可能等于谁 等于我们所说的 他跟他是同言的 跟那个Appear 有些都忘了什么意思了 是吧 这就是我们百年之后的暗号 用不了百年 百年都没了 再过50年 我90岁的时候 你在马上 如果看到一个人 特别像我 但是你还不确认 是不是我 走到我跟前 小声说一句 Gallability 你要看我有反应 这事更恶 我也知道 咱们这是万词般的同学 是吧 叫Appear 是出现这个词过来的 Appear 是Appear 出现的幽灵鬼魂 是吧 他不会走 你反正听不懂什么意思 是吧 叫做Appearation Phantom 还有Spector 还有Spook Spook这个词 当年零几年的时候 考研考过一次 但这个考研的里边 那也是超纲词 Spook 也表示的意思叫什么 叫做鬼魂 但是考研当中 考的是什么 他考这个意思 这我说一下 他也有表示鬼的意思 但是在考研 是零几年 有片文章 讲那个间谍 那个文章 我点忘了 这还太早了 04 05年的时候 他考间谍的意思 第二个意思 他考的是间谍 标一下就行了 Spook Spook 他跟Spector是同源的 Spector看出来了吗 他俩是同源的 他俩是同源的 Spector Spook 就是原因变形了 跟他是同源的 你把这四个鬼放到一起 当然我们最简单的还是Ghost了 看到的人 割据魅影 因为他周杰伦 范特西是幽灵幻影 还有就是Apparition 有同学可能看过灰腾 是不是 对吧 要是一般都是开灰腾的人 都太低调了 好看下边 下一组 这三个词来读一下 第一个叫做Prophet Prophesy 和Prophecy 对 东说写一句 Prophet Prophecy Prophecy 叫做预言 预言家 这三个是一家的 这三个词 是一家 后续变 意思没变 这个预言 一般多强调的是 对于重大事情的预言 强调还是同手写 一般多强调的是 对于重大事情的预言 我们最常见的 就是大家当年听说过的 就是The Maya Prophecies 是这词吧 以前听了吧 是不是 Maya Prophecies 就是玛雅预言 对不对 玛雅预言 好 那我们看看 不要注意一下 你比如说我预言 明天下雨 用不着 听懂了吧 比如你说你现在预言 如果预言 根哥50年后 会成为美国总统 90高龄的时候 会成为美国总统 那这时候 你就应该干嘛 你如果50 90 等我快90的时候 真当美国总统 这时候你的预言 成真了 Come true了 一般强调于重大事情 小事一般用不着它 这为什么我叫做 预言呢 PRO还是表示 预字 就是之前 对不对 之前 中间这个PHE 其实是来自于Fone 这个词根的一个影射 这个词根是跟什么有关 声音 它是跟声音有关 就是之前 发出这样的一些声音 叫Prophet 预言加 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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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phesy Prophesize 还记得12月22号那天晚上 不敢睡觉 说时间 大时候都没什么印象 好像 对吧 Prophesy Prophet 和 Prophet 好了 你后面再写下这两个单词 第一个叫做 Prognosis Prognosticate 好吧 把这两个词写一下 写它下面 Prognosis 还有Prognosticate 跟它作为 进一词 好 这里面这个单词呢 也表示什么呢 它也表示的意思 叫做 预言的意思 也表示 预言的意思 那我先说一下 预测 预示 它呢 一般强 第一个 Prognosis 一般强 对于疾病的 这以前讲过吗 对于疾病的这种 预示 预知 它中间部分是来自于谁 是对于 对于no这个词 讲过了 这次一下 来自于no 知道这个词 之前就知道 对不对 之前我就知道了 之前我就知道了 讲过了 讲过了 那就快速过去了 好 看下边 下一个 叫做Prognosis 也是对于重大事情的语言 那我还是两次知道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 预料 第一个叫做什么 叫做Secret Rights 这个Right 还记得什么意思 脑子里想想 跟谁同样 跟Routine 这是跟惯例有关 惯例的 就是按照这个惯例 去做事 这叫做 仪式 叫Ceremony 仪式 Secret Rights 就是我们这种 胜利 神圣的仪式 神圣的仪式 胜利 好第二个 叫做Poop It 叫做讲道台 不道台 用这个单词 讲道台 不道台 Spectre of Humans 幽灵 叫做幽灵鬼魂 他跟那个Spook Spook在考研的中 要注意 他考的是间谍 他考的是这样的意思 好Prophet 最后一个词 就表现先知者 所谓先知 就是预言家 先知者预言家 好我们继续往下来看 下边 下一组 下一组词 不要困 来第一个 叫做Severry 把这词写下来 第二个词 叫做Severous Severous 看一下这个词根 好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词根 VAL这个词根 大家标注一下 他本身表示的是什么呢 他本身表示的意思是跟Strong 跟强壮有一些关系 当年大家可能背的意思叫做跟价值相关 是跟价值有一些关系 但他第二层含义 表示的意思叫做Strong 强有力的 跟强有力的 强壮强有力的相关 那你看第一个单词 就是指的是这种歧视精神 就是一种英勇 骁勇善战的这种感觉 这个叫做Severry和Severous 大家如果知道这个9的话 叫知华世 听过这个牌子吗 知华世 大家听过这牌子吗 没听过 骑士喝的酒 你想想想 叫Chevers 好像听过 但是没喝过 是吧 那这个前半部分 大家可以通过持续想一想 就是持有一种 强壮的气魄 保持通过联想机 持有一种强壮的精神 这个叫做骑士精神 后面翻成绅士风度 绅士风度都行 Severry Severous 第二个叫做Coneless 这个词自己现在能自己能讲清楚吗 自己能讲清楚吗 逐渐强壮起来 能看懂吗 ESE这个后织咱们讲的吧 是不是叫做逐渐怎么样 逐渐一点一点强壮起来 叫做恢复了 康复恢复 Cavalier C跟CH这部分是一样的 CA跟它其实是一样的 一个叫做Cavalier 咱们看NDA的同学 这个应该也不陌生 应该也不陌生 叫做骑士 骑士 叫Cavalier 那Cavalier表示就是装甲队伍 就在爱装甲队伍 知道一下 装甲队伍 知道一下 好了 来把这个词读一下 这第一个是一个有难度的词 叫做Severry Severous 逐渐强壮 康复 这是Cavalier 骑士 骑兵 就行 最后一个词是骑兵部队 Cavalier 那个Night 可以作为一个敬意词 好 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叫做Clan Clan Clan表示叫做宗族 宗族部落 这个宗族部落呢 它其实还是来自于封闭的概念 就是close 就是非常闭塞的 封闭的这样的一群 它与外界隔绝 不来往 咱们是在什么哪个 什么土著啊 深山老林里 是吧 这样的地方 我们叫做Clan 宗族 宗族部落 那这个Clandestine 这是一个留学考试的词汇 我们叫做什么呢 叫做秘密的 它其实就等于secret 比如说一个秘密的行动 Clandestine action 用它去行 部落给人什么感觉 就是很秘密神秘 不太了解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 通过close去记 被包围的 包围在一起的 就是很封闭的 这样一个概念 它第二个还可以指什么呢 第二个还可以指 就是我们那种大家族 也可以用这个词 明白了吧 大的这种家族 比如说 这个王建林家族 明白了吧 像丁磊家族 他拥有股份 整个拥有过去 这个公司的股份 不是他一个人有 媳妇啊 儿子啊 还有什么 这个小舅子啊 大舅哥啊 什么全都有 这种家族式 你用这个词也行 你知道赌王 大家都知道吧 赌王 何老先生 就捐国宝捐献国宝 那个对吧 这种是庞大的一个家族 对吧 用它 也行 好 下一单词读一下 叫做tribe tribe表示的意思 叫做部落 这个一般可能比较常用一些 它的形容词就是tribe 比如说部落的冲突 你叫做tribe conflict 部落间的这种冲突 打起来了 这个为什么叫做部落 看三个人 看能不能看懂 三人就是承重 一群人 一众人等形成的部落 部落不能就一个人吧 一个人没法成部落 从邦格斯令了 所以这是tribe 三个人 一群人 三人承重 叫做部落 它跟clan 可以放到一起 clan tribe clan tribe 好 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 叫做cariography 叫做舞蹈 舞蹈这门艺术 我们写下来 接下来 接下来 这些法语词根 chor表示唱歌和跳舞 唱歌和跳舞 graph这个词根表示 像照片一样 这个人跳舞像照片 像画一样 杨丽萍老师 对不对 这叫choreography 下面这个单词叫做chorus 叫合唱队 还有就是我们演唱会的时候 那个合音团 你看周杰伦在一开演唱会 那角落里一般会有四个人哼哈哼哈的是吧 这叫什么呢 这个叫做叫做chorus 合唱团会用这个词 还有这唱诗班 在教堂里的 是吧 chore chore chorus choreography 还有这个choreographer ER结尾 那他就发现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常说的叫舞蹈家 对吧 比如说介绍杨丽萍老师 你不能说dancer dancer那是在夜店里乱梦乱跳呢 对不对 dancer那都是演唱会舞台上那种呢 翻跟头打靶子那些 你杨丽萍你要说人家是个dancer 那一下给整三里屯去了 那就给 所以人家那是艺术家 还有金型老师 对 对不对 金型老师 这都叫做舞蹈家 所以不要描述错误 描述错这词就用的不对了 来读一读 choreography choreographer chorus和choir chorus和choir 唱歌跳舞相关 这是老艺术家们 那种 对吧 那种 你这三里屯 dancer是这种 这叫dancer 明白了吧 这种 所以这肯定它不太一样 还是有点区别 我们上一个厕所吧 休息三分钟 上一个厕所 休息三分钟 好 来我们来看 看下边 下一组 很长时间没吃豆浆油条了 明天早上就吃 还便宜 看下一组第一个单词 读一下 叫buy spice表示叫做偏见 这部电影看了吗 green book 看了吗 这部电影 也很好看的 奥斯卡的影片 是吧 biased 第二个叫做 unbiased 叫偏见 这呢 就是反义词嘛 就是我们说不偏见 对不对 没有偏见的 就是公正 公正的偏见 那这动词 是它的一个用法 比如它否认 对黑人存有偏见 你可以叫做 he denied being biased against black people he denied being biased against the black people 那这个叫做 对谁有偏见 好 那这里边怎么去记 他没有背过的 这个是所有考试的重点 重点词 by你就把它想成二 通过一个联想 as你就想成作为 作为二等公民 你看香港有一些人就傻 明明在中国 做中国人多好 非得要当英国的二等公民 那不有毛病吗 这叫作为二等 叫做有偏见 对不对 叫做有偏见 您当鸡头 也不当凤尾 记住了 没那个必要 你在那个氛围下 当最后一名 没意思 没意思 就很多 我当年的发小 有的在美国 他们后来都回国了 在美国读完博士 然后就觉得工作不行 就还是回中国 在中国 对呀 你要努力嘛 好 看下边 下一个叫做prejudice 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 也叫偏见 提前做出判断 来自于judge 比较基础一点 之前就做出判断了 这个也是有偏见 你看这人黑人 你就知道他不是好人吗 不一定 人音乐家 对不对 人音乐家的 这也要知道 提前做出判断 叫做有偏见 对吧 下一个单词 叫做discrimination discrimination表示的意思 也叫做歧视 我们常说的 就是sex discrimination 性别歧视 对吧 还有我们叫做种族歧视 inracial discrimination 歧视 歧视 好 下一个单词叫naptism naptism表示的意思 叫做裙带关系 裙带关系 这个词他影射的是 裙带关系 其实也是有一种偏见 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 就是任人为亲 重用亲戒 比如说你们家开一买卖 COO用你二大爷 CTOO用你四旧 是吧 然后呢 什么CFO用你小叔子 这叫做什么呢 这叫做重用亲戒 他跟那个nephew是同源的 就用你家亲戒 叫裙带关系 也是不公平 不公平 下一个单词 最后一个词叫做justist 也是表示的意思 叫做有偏见的 这个还表示 我们说有黄胆病的 学医的 咱们小孩生来浑身发黄 黄胆 那这个考试当中 这个是在留学考试考过 国内还没有考过 他也表示有偏见 这个国内考试肯定是超纲词了 你还是想象谁啊 就是啊 judge 还是通过judge想象啊 判断的 有偏见 叫做justist naptism 用侄子 有偏见 这叫做 这叫做一个犯罪的行为 有偏见 prejudice和unbiased bias 好 看下边 下一组词 来第一个 叫做commemorate 都说写这几个 写下来 commemorate memorial memorized amne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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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那个图片 说也是博士啊 就那个博士啊 感觉他好像比CEO 什么CTO 多大 就是那个 有到上市的时候 上市他们 周峰 周总 不是就是他在 伯克利的博士吗 就是他介绍他的时候 都不会介绍 CEO周峰 都叫做周博士 你看那个何鸿燊也是 赌王嘛 那不会叫做何总 不会啊 何博士 所以这个博士 已经代替了 你所谓是 什么 你是CEO啊 还是 还是CTO 还是什么 什么各种欧 不就欧 那欧都不值钱 值钱的是 是吧 PhD 这是值钱的啊 好了啊 把这几个词写一写啊 第一个啊 叫commemorate memorial memorize amnesia amnesia 第一个单词啊 叫做 纪念 庆祝都行 比如说 He established a charitable foundation to commemorate his father 他建立了一个慈善基金会 He established a charitable foundation to commemorate his father 能对吧 去纪念他的父亲 对不对 爱纪念他的父亲 这个叫做纪念 或者叫庆祝 都行 你看庆祝的同一词 这个词咱们在以前见过吧 是不是叫celebrate 对不对 一样的啊 他中间部分影射的就是memory 他中间部分啊 影射是memory 就记忆一起去记忆他 一起去回忆他啊 好 看第一个啊 叫memorial啊 这第一个形容词 就表示我们叫做纪念性的 AL形容词后缀嘛 那这个藏考考名词 叫纪念碑 纪念碑 我们在基础词词当中 有一个词叫什么 叫做 Monument 这个就是高中里面 看有没有见过 人民英雄纪念碑 天文广场的纪念碑 memorial也这个意思 啊 你看咱们说什么二战的 一些什么纪念碑 写就是他 上面都刻着什么 死去战士的名字 张三里四 王二马二 是吧 这个memorial 纪念碑 下一个词 动词memorize 就不用说了 熟记牢记 熟记牢记 记住 就是我们常说 大家要把这单词记住 下面这俩词呢 意思有点 它这个词形有点变化 但你看这个词原字典 写的中间部分 MNE 这一部分其实还是说 就来自于这个memory 还是来自它 还是表示跟记忆力有关 你看都是A 是表示否定 第一个A注意 它表示的是否定概念 就是记不住嘛 你看 记不住了一种病 IA表示症状 记不住的一种病 叫健忘症 健忘症 看咱们同学有没有 健忘症 刚跟你说完 一秒钟 马上忘了 前一页什么词呢 这一页马上就忘了 健忘症 这是跟症状有关 可能说失眠症 咱们之前也讲过肺炎 对不对 pneumonia 对吧 还有这个insomnia 这个后面也会有 IA跟症状有关 所以这叫健忘症 下面这个词叫大赦 总统的大赦 特赦你 当年说什么 要特赦哪 某个罪犯 无罪 对吧 这是总统 大赦 赦免一只火鸡 用这个赦免 A还是比较否定 就是忘记 就是忘记你的罪行 对吧 你要记不住 通过一个联想计计 就是 am am 免 免 你死 这表示叫做大赦特赦 am am 特赦 纪念 纪念碑 熟记牢记 记不住的一种病 叫做健忘症 就是免你死 他跟谁有点像呢 看这两个还记不记得 叫做什么来的 叫做 conmesurate conmesurate 那词叫什么意思来的 这叫做规格尺寸相当 这来自于measure那个单词 这来自于规格尺寸 大家共同的规格 它中间影响是measure 规格尺寸 规格一样 叫做相称相等的 还有一个词叫什么来的 叫做consummate 这个词能想改什么意思吧 达到了一个sum 达到了一个summate 达到了一个顶峰了 达到一个顶峰 叫做圆满的 consummate 圆满的完成 会叫圆房 还记得那个图片吧 Sheldon那个图片 还记得吧 圆满两个人圆房了 洞房花烛之夜 达到顶峰圆满 这叫做相称相当 那是熟记老记 好 把这词写下来 来第一个叫做hypothesis 还翻看有一个问题 然后有三种假设 1 2 3 idea 1 idea 2 idea 3 接下来 hypothesis hypo 这个前缀 它和谁呢 它和hyper 是一对反应前缀 它俩是一对反应前缀 好 好 写下来 第一个叫hypothesis 第二个叫做hypocritical 下一个词叫做hypocrite 下边下一个词叫做hypocrisy 下一个词叫做hypotension hypotension 首先第一个单词 叫做hypothesis thesis表什么意思 是不是叫做论文呢 对不对 论文 想一想 theory 那个观点那个词 这叫做 在下面的一种观点论题 就这个说法呀 有点不太足 你看第一表是方向 是下面表上 第二表是少的意思 对吧 就这个观点 现在不太足 这个叫做假设 假说 它只是一种推理 现在还没有成立 所以不能很充分的去论证一个东西 这个叫做不太充足的一个理论说法 那第二个单词呢 叫做hypocritical 叫虚伪的 这个为什么叫虚伪 在哪批评 在底下批评 critical就是要批评 在底下批评别人 非常虚伪 当面不敢说 当面不敢说 在下边说 虚伪的 虚伪的 好 好 看下边下一个单词 叫hypocrate 这是它的什么词 这三个是一家的 能看出来吗 读一下 hypocritical hypocrite 和 hypocrisy 对不对 你看一看 叫做hypocrisy 叫做虚伪的行为 这叫做伪君子 伪君子和虚伪的 虚伪的伪君子和名词虚伪 好 下面这词呢 叫做低血压 它跟谁是一对反应词 那hypertension 咱们这件事给大家提过 叫做hypertension 那叫什么来着 叫做高血压 对不对 高血压 好吧 这几个词啊 重点是它 这形容人的品行特点 那了解一下 底下批评别人呢 hypocrite伪君子 还有叫做hypocrisy 中英读一下 hypocrisy hypocrite 和hypocritical 下面这个hyper呢 表示的是 在上面或者是过多 在上面啊 或者是过多的概念 第一个叫做hyperactive 过多的活跃 所以我们叫做极度活跃的 这是以前哪一年来的 是吧 在新东方说 带那个考博的 选词填空 考过这个词 哪个学校我这忘了 这个叫做hypercreative 它这个极度活跃 一般强调的是一种病态的 就是有点多动症 你看有同学上班次班 90分钟啊 一会儿挠挠脸 挖挖鼻子 扣扣脚 然后原地蹦两下 然后再转两圈 它强调这种感觉 就是过分活跃 明白了吗 过分活跃 多动症似的 叫做hyperactive 过于积极 下一个词叫hyperbola 还是跟hyper 还是过高过多的概念 叫夸张 我们有点夸张的手法 夸张的描述 夸张叫hyperbola hyperbola 好 最后一个单词叫做hype hype还是来自hyper的一个简写 还是跟夸张有关 它表示我们说叫做 夸张的宣传 或者我们现在有个词来翻 它叫做炒作 就用这个词来翻的 有些人特别善于炒作 夸张的宣传 叫做hype hype 把这几个词我们放到一块 过于积极 极度活跃 hyperbola 叫做夸张 夸张 下边下一个叫做hype 叫做夸张的宣传炒作 这是低于的紧张 这叫低血压 下面三个词 在下面批评别人 先记形容词 要记住的话 就下面就好记 好记一些 然后最后一个呢 叫做什么呢 叫做假设假说 这个词 这个bo 这个词 跟我以前好给大家讲过吧 是不是跟膨胀有关啊 bol 看出来没 这个词跟本身是跟膨胀有关 咱们讲那个肚子 是不是叫belly 想起来没 booster belly 肚子像个球一样 有印象吗 这个单词 他这个bo 跟膨胀 这事有点太过于膨胀了 膨胀的太多了 那这个叫做夸张 只对于一个事物描述的过于膨胀了 这叫做夸张 夸张 好 我们继续往下来看 看下边 这个单词 这个是考验里面的词汇了 是吧 通考 亚斯托弗里都有它 叫做analogy analogous similar和parallel 都是跟什么有关 相似相关 他们都是跟相似有关 都是跟相似有关 好 那咱们来看一下 similar 这个就不用说了 parallel 当年大家学的是什么意思来的 是不是学的是平行 这个意思知道 平行线 平行这一大级线 背过 那第二层含义呢 表示也叫做类似 类似的 大型史前动物出现 然后人类来了 就消失了 类似的事情发生在海洋里 是吧 当时用了something parallel 用了这个词 叫做类似的 类似的 那第一个单词呢 analogous也是 它的用法后面也是接谁 接to analogous to 这个平行线 有三个l 全是平行的 这个analogy呢 为什么它叫类比 或者叫做相似 中间是来自于log 这个词 还是跟说有关 拿它放到一起说 这是一种打笔 把这两个放到一起去说 这个叫做类比 或者我们叫做类似 类比类似 analogous analogy 考试当中一般 这两个考同意改写 是比较多的 当年这是08年 还是零几年的时候 考研当中 他俩就考的改写 这两个词考 就是同一词改写 analogous analogous 好 我们继续往下来看 看下边 下一组词 第一个叫做altruism altruism altruistic alternate alternate 这文化综合相关了 综合结束了 好 把这几个词 看下来帮助别人 利他的 利他主义 altruism altruistic alterate 和alternate 好 好 写下来了吗 首先看一下这个alter 它其实就是other的一个变形 alter 就是other ter和th 是一样的 表示其他 这个词根 是表示跟其他有关 alter本身这个单词 大家以前学的 是不是叫改变 就换一个 改变 还有咱们学个二选一 选择那个词 高中的时候 看有没有印象 叫alternative 有这样的单词 在四级里也有它 选择了 就换一个其他的 别的 这个跟其他有关 这个词根本身 是跟其他相关 跟其他有关 那你看第一个就是 其他的主义 这个叫所有词都为其他人 叫利他主义 利他主义 如果你觉得不好记的话 第二个记法 就通过联想 所有的都是非常真诚 对待他人 你想想 所有的都非常真诚的 一种主义 这个叫做利他主义 altruism 叫做altruism 好 看一下边 下一个词 下一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altruistic 这是它的形容词 利他的 利他的 读一读 这个在阅读里不太好辨认 他不是特别好辨认 altru alterate和altern 这俩不要混 一个是c 一个是n 这是跟其他人叫什么 叫口角争吵 这个c你就把它讲成吵就完了 另外这个交替轮流呢 它是跟那个alternative 这两个是一对的 两个东西交替出现 有其他的选择 叫做一个是交替 一个是争吵 口角 跟其他人吵 不能自己跟自己吵 跟其他人发生的口角 叫做alterate alternate 口角交替 利他主义利他 它的反义词是谁呢 反义词我们叫做利己主义 叫egoism 这个考过六集的同学 看见过这个词吗 叫ego 我们常说my ego 我自己 一个人非常自我 自我的一个行为 自我自己 叫做my ego egoism 那下面这个单词呢 自己能看出来吗 它叫做什么意思 叫做 以自我为中心 这不来自于center这个词 在这呢 对不对 center在这里 好 那把这几个词 跟老师过一遍 第一个啊 叫altruism altruistic 这个词不大 我都读一读 所有的都很真诚 对待他人 这样的人立他 跟其他人 c想像吃饶炒 炒起来 口角 这是有选择的两个东西 交替 交替出现 alternate a with b 谁跟谁交替出现 alternate a with b 好 看下边 下一组词 懂得写下来 第一个叫做auspicious 第二个 这个词根比较难 开始他 aviation avigator augury 好 解决之后打一下e 这几个词再读一读 austitious aviation aviary avigator augury augury 这个词根稍微难一点 不是特别好记 av 你看一下 跟什么有关 你看这个图片 av 这叫什么呢 叫做鸟 这个词根啊 表示的是bird 是跟鸟相关 是跟鸟有关 再来的词根当中 跟鸟有关 au呢 u这不是跟v是一样的吗 但原因 所以就只用一个原因就完了 au和av 你别管什么鸟 你看这个画这个图片 av 像一个小鸟一样 那 看不出来是吧 好 看不出来算了 烧鸟 像烧鸡 你看就落在一个树枝上 那这里面第一个词呢 就是取鸟的特点 鸟什么特点呢 就会飞嘛 所以我们说航空 飞行术 咱们说那个有没有北航的同学 看看有没有咱们 在北四环 北航的同学 叫做 aviation 真有啊 有 挺好 是吧 aviation 叫鸟的特点 叫做跟飞有关 叫飞行术 航空学 所以你看这个单词 这俩你放到一块 叫avigator 这个能理解吧 我们叫飞行员 就是pilot 把这俩先寄到一块读一下 aviation avigator 这个在国内考试啊 和亚斯托弗当中都出现过的啊 四六集里也出现过这个词啊 但四六集出现的是难词了 比较难 aviation avigator啊 下面这个词叫大鸟舍 ary表什么 说表示场所地点 这也是表示一个场所地点 所以就是养鸟的地方 叫大鸟舍 养鸟的 养鸟的地方 养鸟的地方 你要如果觉得还是不好 你旁边写个air 通过air帮你出击 飞在天空当中的啊 那上面这个单词呢 auspicious 它是来自于谁呢 这个中间部分这个spic 还是来自于 刚才我提到的一个词 还记得看到一个人 在故宫看到一个人 这人叫什么来的 spector 还记得刚才咱们提到过这个词的吗 spector 诶 鬼 幽灵嘛 这个词根是跟看有关 就是看到了鸟 它是来自于诺亚方舟那个故事 我们在上中学的老师讲过吗 对不对 有讲过吗 上帝用七天造出这个世界 又毁灭这个世界 用七天 那诺亚把全家老小 家里那些 这个什么鸡鸭与鹅狗 全都装在船里 造了一个船 然后山红爆发 那在船里就保性命 然后刚开始先放出了一个乌鸦 没回来 对吧 然后放出个鸽子 然后先回来一个橄榄枝 你想想 山红爆发 整个世界都淹没了 它能叼出这个橄榄枝回来 就代表了什么 来长出生命 洪水退去 就这个意思 它来自这个点 我就是看到了鸟 明白了吧 你现在世界都没了 但是被山红都淹没了 但是这 第几天之后 这个鸽子叼个树回来了 叼个树枝回来了 所以这个叫什么 这叫吉兆 吉祥 看这个四叶草 看到了吗 凡克亚宝的粉丝 可以关注一下 这叫做auspicious 叫做auspicious 看到了鸟 它的名词呢 就叫做auspicious 叫做吉兆 吉祥吉兆 叫做auspicious 所以叫看到了鸟 它的解释 这是鸟的特点 飞 飞的行动 鸟的行动 叫做飞行 后面可以想象action 前面想象鸟 aviation 就是aviation 这是大鸟舍 飞行员 augury还是来自它 还是看到鸟 因为它是代表一种什么呢 一种征兆 一种征兆 预言 一种征兆 预言 我们叫做什么呢 叫做augury 叫做augury 好 那我们来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 叫做perpetious perpetious这个词 也表示我们叫做 吉兆的 叫吉兆吉祥 那表吉祥的词 主要考就是这俩 主要就是这俩词 也是表示吉祥 叫做吉祥吉兆的 反义词呢 ominus 这个咱们之前给大家讲过 是不是来句凶兆那个词 omen 形容词 ominus 还有unfavorable 这个就简单一点了 favorable本身表示有利嘛 赞同那个词 favorate 你更喜欢的东西啊 叫做支持有利的 那这个unfavorable 叫做不利 叫做不利的 叫做不利的 好了 把这些词跟老师读一遍 第一个叫做auspicious 吉利 吉利 看到了鸟 很吉利 鸟的行动 飞行 鸟的地点 就是像鸟一样的人 不要发生鸟人 飞行员 看到了鸟 这样的一个行为 这个叫做预兆 propitious 向前 这个pit 这个稍微难一点 这个词根本身表示 叫寻求 to seek 这个词根 咱们没有讲过 它表示寻求 大家不断向前去寻求的 这也叫做呢 叫做美好吉祥 生活还得往前走 还得向前看 叫做propitious 吉祥吉祥 Ominous和unfavorable 这是不吉利 不吉利 不吉祥 好 看下边 下个单词读一下 叫做auction auction表示的意思 叫做拍卖 看一下这个词 拍卖 这个单词也是没有太多的展开 这个考验当中也出现过 雅思托弗里面都有 这个大家还是通过谁去记 你就通过行动去记就完了 你就通过action 这是最好记的 大家当然知道这个词根肯定更好了 auc是跟增加有关 它跟那个aug是一样 是跟增加有关了 但如果你不记这个词根 这通过它记是更好记一些 叫做一直加价 一直加价的一个行动 拍卖的行动 叫做auction action auction action 好 来把这几个例句看一下 第一个 altruistic 所有都对于他人都非常真诚 这叫什么意思 能讲起来吗 所有的都很真诚的一种主义 叫做利他主义 利他的 利他叫无私的一个事件 叫altruistic event 第二个 unauspicious beginning 就是good 简单一点的词 对吧 就是good sign 对不对 好的迹象征兆 看到了鸟 叫吉祥的开始 吉祥的开始 看到了鸟 propecious 很好 最后一个词 叫做silent the silent auction run by SD SD举办的这种无声拍卖 叫做auction 想想拍卖的行动 action auction action auction 好 看下边 下一组词 第一个 叫做beckon 这个人也长得有点像阿信的感觉 这应该是一个人 应该不是 不是阿信 就这个动作 是吧 招手 来呀 是吧 来呀 来呀 这个动作叫beckon beckon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比如说 the tour the tour guide beckoned 什么呢 the forest to follow him 能练什么意思吧 说the tour guide beckoned the tourists to follow him 导游啊 向游客们招手 让他们跟着他走 对不对 跟着他 招手 让他们跟上 这个叫beckon 他跟谁放那块呢 他跟这个beacon 他俩本身是同源的 beacon叫做烽火 或灯塔 烽火 咱们看 放那狼言 放一个信号 就是一种sign 大家能理解吧 说用 放狼言来 攻城 这时候赶 往城里冲 是吧 这个叫beacon 第二边是灯塔 灯塔 我们口语当中 一边可能会叫做lighthouse 这个叫简单一点 也好记 是吧 就陈启山唱个小歌 叫灯塔吧 那种 那个叫lighthouse 所以大家通过谐音记一记 你记住 你看灯塔 告诉你什么 你看 告诉船只 别撞上了 给你做一个指导导航的感觉 它俩作用其实一样 那你看灯塔是告诉你往哪走吗 那这也是招手也是 告诉你过来过来 这大家可以通过谐音记 就beacon 告诉你干嘛 灯塔是干嘛的 beacon 通过谐音记一记 beacon beacon beacon的是灯塔 beacon 这个是招手失忆 还有叫beacon 看这个单词吗 就是我们爱吃的同学 就是培根 对不对 这个我们在早餐的时候 经常会吃到 这种咸猪肉 培根 有吃什么香肠 炒鸡蛋 干把面包 卷点培根肉 叫做beacon 叫做beacon 这仨不一样 考试的时候 应该看的是他俩 如果出现的话 第一个 这是在读文学名著的时候 会看到 beacon的是 烽火灯塔 beacon的是 招手失忆 signal 这个就简单一点 发出信号 发出信号 好 下一单词叫做 什么呢 epoch epoch 都行 epoch epoch 叫做时代 纪元 叫做时代 纪元 他跟下面这个 era 是一样的 你翻译的 考翻译的时候 这个要 能看出来 他俩是同一词 同一词 比如说 标志着这个时代的结束 你可以用这个词 叫做 mark the end of an epoch 他为什么叫时代呢 就是这year 他跟谁是同源 咱们当年讲时代精神 你看 他这个词是跟 你看 pog pog 就是page的变形 page的变形 e呢 是向外 把这year翻过去 这时代 叫做时代 他跟era是同一词 简单一点 当然咱们就是times 就这个词了 咱们当年也说了 叫做zeitgeist 对吧 zeitgeist 叫时代精神 时代精神 读一读 epoch 记住这个短语 一般会用mark 去用这个词来去造 mark 比如标志一个时代的开始 mark the beginning of an epoch of an epoch 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始 标志一个时代的结束 page 这year 是代表时代 好 最后一个单词 叫做exotic exotic表示叫做 外来的抑郁的 比如说抑郁的商品 你可以叫exotic goose 用它就行 外国抑郁的东西 抑郁的这样的一些装饰 一些习俗 你用它都可 这个词为什么叫外国 你看它中间你读exotic exot 中间映射的是谁 我这样写能看懂吗 它映射的是out 这个单词 看到了吗 爱映射的是out ex呢 就是外国之外 还是外 外来的 exotic exotic 把它写在旁边 简单一点 我们说表示外国的话 用它这些foreign和alien 这两个是初中和高中词了 foreign和alien 表示外国抑郁 外国的抑郁的 读读exotic 看中间 来自于out 这个词来自于page 一个时代 一页 翻过去这页 历史的一页 一个时代 一page epoque epoque becon和becon 这俩注意区别 becon的是灯塔 灯塔是干嘛 向你示意的 到哪了 叫becon signal是发出信号 比如灯的信号 一边用它就行了 滴滴滴 发出一个信号 好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明天呢 没有我的课 但是今天我们还是正常去看 那个睡觉之前 明天早上 和明天的17点 明天没有我的课呢 大需要大家明天晚上 明天晚上的时候 大家还要去看一下 星期一的内容 就把周一 二十 六 二十七 二十八 把这三节的内容 希望明天晚上 睡前再过一遍 好不好 讲一遍 不是单独 不是光光看 不是单独看 单纯的看 那我们刚刚报名的同学 把第一节课听一下 因为老师讲第一节课 一些相对来说 有一些理论化的东西 在前面 半节课里面 还有说记笔记的问题 把第一节课内容听一下 然后后边把这个直播跟完 然后再去补这个录播 先把第一节课听完 然后跟直播之后 然后回来再去补录播就行 好了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 那我们下后天再见 明天没有课 不要忘了把周六 还有周一和周二的内容 明天晚上都要看一下 拜拜